唉 唉呀 终于扫完了 唉呀 好累啊 你谁呀 谁让你进来的 不是 那个 我呀 是在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 哇 累了 休息一会儿 我的办公室 是你随便进的吗 不是 姑娘啊 是这样的 我进来是打扫卫生的 不是累了吗 然后看你这有板凳 所以想歇一下 你歇 你出去歇 谁让你做我板凳的 瞅瞅你身上 回你上下臭烘烘的 姑娘 看你说的 虽然我是个保洁员 但是我这身上也干干净净的 干净什么呀 你个臭保洁 你知道我电脑上有多重要的资料吗 你要是敢给我弄丢一个 看我怎么收拾你 姑娘 我知道你这电脑里边都是重要文件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什么 你还真碰我电脑了呀你 姑娘 你这电脑是开着的 所以我就瞅了一眼 我也没有动 你放心 这里边是重要文件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行了 别弄个废话了 这臭保洁 赶紧给我滚 以后我的房间不需要你来打扫 行 行 我这就走啊 我这就走啊 你什么意思啊 姑娘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看见 不是故意的 你有意的吧你 我可告诉你 我这鞋子可是名牌的 什么都别说了 给我拿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姑娘 你过分了吧 我这是踩一下你的鞋 再说了 我看你这鞋也不是很值钱呀 你懂什么呀 你个臭保洁 我这鞋子可是外国名牌的 我告诉你 今天没有五千块钱 你走不掉 姑娘 那个 你看看能不能少点啊 我这一个月做保洁 能挣几个钱呀 这一下子五千是不是太多了 拿不出来 你别出这个门 那个 姑娘 这样吧 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他给我送钱行吗 给谁打 给谁打 只要把钱给我送过来就行 你别人打去 喂 儿子 你能不能来我公司一趟啊 对 我上班这个公司 我不是踩了别人的脚吗 人家让赔五千块钱 妈不是没钱吗 你赶快给我送来吧 行行行行 我就在楼上啊 好 好 你见到了吗 我见到了 你放心 等一会儿 我儿子就给我送上来啊 这也差不多 爸爸你嫌进来 你个老太婆 怎么回事啊 这都半个小时了 你儿子怎么还过来啊 姑娘 你再耐心等一下 我儿子可能有点事儿 他马上就过来了啊 我的时间啊 可很宝贵的啊 董事长啊 你怎么来了呀 妈 你怎么蹲在这里啊 赶紧快站起来 没事 这不是等你的吗 儿子 什么 妈 董事长 这个宝洁她是你妈呀 她就是我妈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儿子 就是这位姑娘 我不小心踩了她的鞋 她让我赔她五千块钱 董事长 误会误会 我啊 给阿姨开玩笑呢 姑娘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你看看你现在的态度 一转变也太快了吧 阿姨 我刚刚给你闹着玩呢 我不知道你是董事长她妈呀 怎么 你现在知道她是我妈 你就转变态度了 她即使是个普通宝洁 你也不能这样对她 董事长 你教育的是 以后我不会这样了 我 我会改的 行了 你也别改了 我听说公司很多员工都说你人品有问题 本来我还想给你一次机会 没想到你连一个普通的保洁员都这样对待 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 这次如果我不让我妈来 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行了 你不是想要钱吗 去财务领上一万块钱 赶紧走吧 这个公司不需要你了 董事长 你不能赶我走 这可是我的饭碗呀 你要是把我赶走了 我怎么办呀 这 董事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相信我 我肯定会改的 行了 你也别再废话了 你再不走啊 我去叫保安了 董事长 我 行了 姑娘 赶紧走吧 妈 来 这边走 行 行 没事 妈 刚刚没有碰到你吗 没有 儿子 你放心吧 妈的身体坚实着呢 儿子 以后看人的眼光 一定要擦亮点 像这种害群芝麻可不能再要了 妈 你放心吧 以后我招员工的时候一定会好好考察的 妈 您身体没什么问题吗 没事 没事 刚才不是说了吗 好着呢 对了 你这会儿没事帮我送回家吧 行 妈 走吧 谁啊 来了 是你啊 祝儒 再加拿 切了 你怎么来了 祝儒 这不是妈种的地里的菜啊 都下来了 然后我妈给你们送点 城里的菜啊 没有自己种的菜好吃 这城里面什么都有 我又不缺你那点菜 谁让你们过来的 祝儒啊 这个 你看 妈种的蔬菜是蜈蚣害的 你们在城里啊 买不到 正好也想你们了 所以啊 来看看你们 看什么看啊 小黑又不在家 祝儒 你怎么了 是不是感冒了 关你什么事啊 别那么多管闲事 要是没什么事你赶紧走吧 祝儒啊 你看你这身体也不舒服 要不 我照顾你两天行吗 等小黑回来啊 我再走行吗 我不需要你照顾 我看见你就心烦 赶紧走吧你 你行 我妈这就走 你啊 注意身体啊 这菜啊 给你放这儿了啊 你记得吃啊 知道了 谁欣赏你种的菜啊 真的是 专门送过来 我缺你那一点菜啊 不行 我才不吃你那个菜呢 我送给邻居去 盈盈啊 盈盈啊 呦 肉肉 盈盈没在家了 我老婆这两天出差了 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 这不我婆婆来了吗 她给我送点家里装的菜 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所以给你们送一点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肉肉 我正愁着中午要去买点菜呢 你这就给我送过来了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谢什么呀 都是您去 拿着吧 那我就说一下吧 等盈盈出差回来 她带她那些好水果什么的 一会儿我给你送过来 行行 那我走了啊 这盈盈不在家 那些老肉肉还给我们送过来 那么多粗菜 然后看看都是有什么 哎 这怎么有这么多钱呢 这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肉肉怎么那么大意啊 把钱放在蔬菜里 不行 我得给她送过去 来了来了 哎 哎小胖 你怎么又来了呀 快接来 肉肉 你给我这一袋子蔬菜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坐下说 怎么了小胖 你看一下你蔬菜里边窗子都是什么啊 小胖 这怎么那么多钱啊 肉肉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啊 你给我送过去一袋蔬菜 为什么里面那么多钱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菜是我婆婆送来的 这不会是我婆婆放里面的吧 我说肉肉 你这也太粗心大意了吧 你婆婆给你送过来的东西 你看都不看一眼吗 我也不知道啊 这我婆婆这次来 她也没有说 可能是不是小黑前两天回家的时候 给我婆婆说阿斗生病了 这次来 是不是想看看阿斗 这些钱是不是给阿斗买东西吃的 她怕我们不接 是不是放在这里面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我还这么对她 还怕她赶走 说话那么难听 这 我会不会很伤心啊 哎肉肉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奶奶过来看一下孙子 这能怎么了 你还把她给弃走了 这 不行 她应该还没走远 我把她追过来 我给她道歉 对肉肉 你赶紧去把她追回来 那我呀 也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你呀赶紧去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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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